这个印太经济框架比四方集团杀伤力大多了 第一个原因 乌克兰战争改变了全球化 乌克兰战争一打西方国家才发现 原来供应链是不安全的 专制政权会把供应链作为一个武器来对付你 所以建立安全的供应链成为 西方国家的一个共识 第二个方面就是地缘政治 中国跟美国翻脸 中国跟美国一翻脸 有些厂子就开始搬了 韩国日本厂子就搬 为什么 它出口美国 供应链这件事情 现在是中国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议题 印太经济框架里面排名第一的是有韧性的产业链 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 一场乌克兰战争让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变成了个香饽饽 这个框架里面有一个准入 这个内容对东南亚当然有吸引力 东南亚当然希望承接来自中国的产业链转业 印太经济框架已经不是无效阿蒙 它真的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 如此 我们有 typically在买化了 有点组织 有点织 微镤 在买化 也有在买化 参加 感谢观看